大家好,我是随手桌美食的大刘 今天买了几斤本地黄牛肉 我来做一个萝卜丝炖牛肉火锅 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吃法 鲜香美味,炖着吃特别香 本地黄牛肉一般是肥瘦相间 肉质比一般的牛肉要硬,适合炖着吃 先把牛肉切片 再切成牛柳,就是比肉丝再粗一点 白萝卜一个,去皮洗净 先切成片,再切成丝 丝可以稍微切粗一些 需要的配料,生姜切丝 大蒜切片 小米辣切小段 热锅放多一点的油 倒入姜蒜辣椒以及桂皮 再来点花椒 炒香后,倒入牛肉,开始翻炒 这里需要多炒一会儿 炒出牛肉的水分,炒出油 加适量的生抽 一勺豆瓣酱 继续翻炒入味 然后加适量的温水 大火煮开后,加食盐调味 在中火煮20分钟 黄牛肉本身就很香 不需要加其他的调料 20分钟后,倒入萝卜丝 再煮10分钟左右 这样萝卜丝炖牛肉火锅就可以上桌了 边炖边吃,特别香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家常菜可点击头像 关注水手做美食 谢谢大家,明天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